二周期的入坚坐上了魔王的宝座 这帅气又迷人的眼神 震惊了所有人 就在三个小时之前 入坚终于收集了全部教师的许可书 可叶格竟然玩起了文字游戏 不仅要教师的 还要学校其他员工的许可书 这下可把入坚拦倒了 就在大家想要放弃的时候 学校一大批员工带着许可书进来 这些员工都受过入坚的帮助 为了帮助入坚 自觉教出许可书 二周期的入坚被这一幕所感动 叶格万般不愿意 但也没办法只好盖章 大伙十分高兴 终于可以搬进玩者教室了 为了庆祝 入坚去吃了一碗三高的炒面 然后释放他该死的魅力 万种其他的时刻终于来临 只见王者教室的大门 被四把大金锁送印 王者教室曾经住的一位魔界最强的魔王 他叫乌尔奇拉 魔王消失之后 王者教室再也没有打开过 叶格大声宣布 王者教室现在正式解放 同学们一窝蜂地涌进去 只见赵斯内部豪华之际 全是曾经打造的家居 二周期的入坚微微一笑 缓缓走向魔王金闪闪的宝座 他大手一挥坐上宝座 这一瞬间所有人都未知颤抖 他邪面一笑微风淋漓 入坚仿佛就是那位最强的魔王乌尔奇拉 第二天入坚竟然恢复了原貌 变回了乖乖仔 乖乖仔入坚先是给爷爷盗窃 接着又给美女会长解释逼动的事情 爱秀的会长开始以无人事 那么开始王姐造势之后 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本期内容先到这里 记得给我三年 我是曾相君 我们下期继续